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植物是地球生命的主要形态之一 它们的分布和生长发育往往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因而环境不同植物的种类也会有所差别 比如说这种长着巨大叶片 即便一个成年人坐在上面也不会下沉的水上植物 亡联就只能在高温高湿阳光充足的热带环境当中生存 而这些高大挺拔的落叶松则属于寒温带或者是温带的特有树种 从植物种类分布来说 我国的西藏自治区具有鲜明的特点 那里由于海拔落差大 因而植物的种类很多 同时这些植物之间相互的差异性也较大 其中有很多植物都是藏区特有的品种 今天我们要带您前往的是西藏的林芝地区 那儿不仅风景迷人 还有着不同寻常的生物种群和自然器官 世界物体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超过了四千米 印度洋板块的冲撞让这片高原高高隆起 并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两端 形成了众多雪山相互高耸簇拥的地貌景观 林芝就恰恰位于喜马拉雅山山脉的东部 这里群山高耸 是我国雪山和冰川最为密集的区域 与此同时 林芝也是西藏自治区 植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区域 特别是在南加巴瓦丰一带 植物多达三千多种 一朵朵开放的鲜花成为了雪域高原上独特的风景 在藏羽中 美丽鲜艳的花朵叫做格桑花 而就在雪山南加巴瓦丰脚下 生长了一种极为特殊的格桑花 在藏族同胞看来 雪山是神的化身 而这种开放在雪山下的花朵就是天神浇灌的生灵 然而由于山高路险 就连许多藏族百姓想要一睹它的方言 也往往要攀威岩穿峡谷过极流 经历极为艰险的路程 那么这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植物呢 它会不会是一种尚未被世人认知的新生物 对于研究高原物种又具有怎样的科学价值 为了寻找答案 不久前地理中国设置组前往西藏林芝展开调查 林芝市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 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 距离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四百余千米 在藏羽中林芝是太阳的宝座之一 对于西藏其他地区来说 这里确实是太阳最先升起的地方 虽然位于高海拔的藏区 但林芝却是我国第三大林区 西藏自治区森林的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在此 林芝已发现和证实的植物有三千五百多种 可食用的菌类也达一百二十余种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设置所推测 在森林生态系统保存如此完好的地方 很可能会生长着传说中的那种天神浇灌的格桑花 林芝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生物分布状况 进入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其中西藏环境生态专家刘木林 正在对林芝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生物种群分布 做科学考察 于是设置组决定跟随专家一同进行科学考察 刘木林 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院原院长 环境生态专家 对西藏地区的生态和环境进行过多年研究 刘木林告诉我们 在巴仪区东部的米堆冰川旁有一面湖泊 那里气火湿润 神秘的格桑花很有可能就生长在那里 于是我们跟随刘老师乘车前往米堆冰川 路途中专家告诉记者 能够在高寒的冰川雪山周边绽放的植物 通常具有特殊的生存本领 比如高山雪莲 它们的根系十分发达 能够深深地扎根在石缝中 吸取水分和营养 另外叶片上厚厚的绒毛和多重的花瓣 像被子一样包裹着花蕊 因而雪莲才能在寒冷的雪山上生存 那么这种生长在林芝地区的格桑花 又具有怎样与众不同的特殊的生理结构呢 道路泥泞与雪交加 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 考察组终于来到了米堆冰川的脚下 四处搜寻 我们并没有看到鲜花的踪迹 于是考察组决定前往冰川进前 看看能否有所收获 当来到距离米堆冰川的冰蛇 不过百米远时 我们注意到 冰川周围遍布着真叶林 在浓雾的笼罩下若隐若现 而在冰蛇的下方融化的冰川 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冰川湖 考察组沿着湖边一路行进 寻找着传说中能在雪峰下盛开的美丽花朵 但始终一无所获 通过查看地图 刘武林发现 在临至西北方向 距离巴仪区五十千米的地方 还有一个叫做巴松错的湖坑 与米堆冰川相比 那里海拔较低 气温较高 植被也相对丰富 因而出现隔三花的可能性很大 于是刘武林带领考察组 来到了海拔三千七百米的巴松错 刘武林告诉记者 林芝地区虽然位于青藏高原 但降水量却很大 丰富的降水 在西藏东南部的山区中 形成了众多的湖泊 巴松错只是其中之一 可是这个湖泊也是冰川溶水形成 那么会不会因为水温 气温过低 而导致植物稀少 难以开花呢 专家告诉我们 巴松错虽然承接的是冰川溶水 但是这里位于冰蛇下方 水流经过长距离的流淌 温度已经升高了 这样的水温 对植物生长应该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尽管如此 刘武林依旧对这一代的生存环境 充满的忧虑 他告诉我们 像这样的高海拔山谷中 气候往往变化无常 这同样会影响植物的生长和繁殖 别看现在风平浪静 艳阳高照 很可能一会儿就会风雨交加 甚至大雪纷飞 对于专家的话 记者有些将近将近 这里的天气真的会如此多变吗 就在记者疑惑之时 天气果然发生了骤变 只见寝各间乌云密布 雷声风鸣 大雨倾含而下 气温也很快由30摄氏度降到了10摄氏度以下 专家说在林芝地区 气候多变与这里复杂的地貌环境密切相关 风和日丽的山景谷地由于光照极强 因此温度会很高 而一旦气流变动 云雾遮挡 雪山上的冷空气很快就会侵袭而来 导致气温骤降 几时摄氏度的这个温差变化 让人很难接受 同时呢 对身体的这个体力的消耗也相当大 再加上大雨 能见度也变得越来越低 因而考虑到安全问题呢 考察组决定先回到八一区 纠长等第二天天气好转之后呢 再到八松措 搜寻美丽神秘的格桑花 第二天 在专家的带领下 考察组再一次回到八松措周边进行勘查 走峭山路急驱难行 密林深处荆棘丛生 就在考察组苦苦寻找之时 一幅令人惊艳的画面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只见山林间松柏下 草地上湖水边 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 一簇一簇的连成一片花海 这正是藏民们所说的那种 生长在雪山脚下 天神浇灌出的格桑花 走到近前 凭借在西藏地区研究生态环境 和动植物分布几十年的经验 刘武林辨认出 眼前这些不畏高寒迎风绽放的正是高山杜鹃花 刘武林说 杜鹃是一种长绿灌木 主要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山地 在世界上分布广泛 我国也有三四百个平种 记者注意到 这些杜鹃虽然没有生长在雪地之中 但是和雪山的距离非常近 在花丛旁 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空气中的阵阵寒意 刘武林说 虽然已是初夏季节 但这里的海拔毕竟接近四千米 气温很低 而且随时会下雪 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 并不是以常见杜鹃品种生长 那么 这些在发松座遍地开放的杜鹃花 是属于什么品种呢 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生存秘诀呢 这个杜鹃品种是什么品种 这个应该是蜜子杜鹃 它这个杜鹃花的特点是什么 你看这个里面 花朵里面都有很多特色的小点 蜜点 蜜子点都有 就是下面这个红色的点 这个它的特色 这个是缝的 你还有别的地方 就是说是雪红色的 有黄的 有纯白色的 刘武林告诉提表 蜜枝杜鹃之所以能漫山遍野的生长 是多种因素决定的 首先是它们独特的繁殖能力 我们所谓的雄蕊雌蕊在这里面 这里边包括雄蕊雌吗 都包括了 有雌蕊 直接它自己就能受货 这在植物学上叫雌蕊团作 你看 这个看得清楚 这个看见了 这个好几个发光的地方 它都是里边的液体往外冒 对 这些花粉就很容易沾到上面 沾到上面了 它现点的液体 这朵 这叫完整 为了更好的说明 杜鹃高效的繁殖能力 刘武林让记者采下了 其中的一个花瓣 里边有一个 一个红的 那就是 一个红的一个 瓶子钻一样 花瓶钻一样 实际上它是它的脂黄 脂黄盆大以后 将来的硕果 种子 就在里面 这个长一点的 反而是雌性 雌性的 转的这个白的呢 是那个雄黄 雄黄 它上面有花粉 花粉 它们两个离得很近 很容易就是受粉了 受粉 受粉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会发育成一个种子 种子 就果实 果实 专家说 除了自然受粉 小昆虫的帮忙 让这一过程 变得更为高效 你看它的腿上 腿上全站得死 花粉 你看这个 腿都成白色 对 它钻到最里边去了 虽然杜鹃花 这种传播受粉方式 在植物界并不罕见 很多贝子植物 都是雌雄同株同花 但它们却依然无法 在寒冷的青藏高原生存 难道说 林芝地区的杜鹃花 还拥有其他生存秘诀吗 专家刘武林告诉我们 这种秘枝杜鹃 为了适应高寒的气候环境 还演化出了特殊的叶片结构 这种石度大的 有着寒冷 叶若很厚 我们植物学上叫鸽植的 就是皮鸽 刮刮的 像涂了一层蜡似的 涂了一层蜡 它更是本代寒冷 但是它还能够是长绿的 叶子背后你看有这个绿毛 绿毛实际上它这个绿毛的作用 刘武林接着告诉我们 在青藏高原 有很多植物都具有这种隔织叶片 但却无法像蜜枝杜鹃这样大面积生长 因而他推测 杜鹃花之所以能够在雪山环绕的冰湖周边静香开放 一定还有其他因素 于是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 看看是否能找到新的线索 沿着崎岖的山路继续行驶 一个多小时后 远山下的一片美景 吸引住了考察组的目光 漫山遍野的桃花 粉白相间静香绽放 一个小山村在花海的眼影下 宛若世外桃源一般 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若英缤纷 陶元明笔下的桃花源 也许就是这样的景致吧 看着眼前的美景 记者竟然有种从青藏高原 穿越到江南小镇的错觉 而这种错觉 也将成为此次科学考察新的方向 随同考察的专家刘物林 告诉摄制组 这片绚丽多彩的野生桃花 还只是林芝地区 桃花景观的一个缩影 野生桃树在林芝地区分布非常广泛 每逢春季 各地的桃花都会静香绽放 花期从三月一直延续到五月 装点着这片雪玉高原 桃树在内地属于一种常见的树木 它们细温暖潮湿 花期一般在十天左右 而如此大面积地在青藏高原中生长 花期又竟然长达两个月之久 实属罕见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桃花呢 这就是西藏特有的 叫光河桃 是西藏高原上特有的一个物种 它的盒子 类似于桃盒子和杏盒子中间 这就是 你看这里面把它拨开 你拨开一看 它是沟比较浅又比较光滑 所以曲名光河桃 一般的河是那种纹路 就沟比较深 这个比较瓜黄 刘武林说 这种藏区特有的光河桃 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崖路藏部件尊有以下 海拔4200以下 到1600以上 在这个海拔高度的范围之内 都有红布 它陆续从海拔低的地方 一直到这个海拔高的地方 一直往上开 穿梭在娇艳美丽的桃花丛中 记者不由联想到 在林芝巴松座湖岸边看到的景象 山林间松柏下 草地上湖水边 到处都是盛开的蜜枝杜鹃 它们不畏高寒迎风绽放 一簇一簇的连成一片花海 在雪山的掩映之下 显得无比娇艳 那么整个西藏地区 都属于高海拔的寒冷之地 为什么只有林芝 拥有着如此丰富的植物群落呢 刘武林接着告诉记者 如此丰富的植物群落 在林芝出现有一个共同的因素 那就是南芽巴瓦风 在藏语中南芝巴瓦有多重含义 一是指直自天空的长矛 另一种是雷电如火一般燃烧 从这些名称中我们不难看出 这座山峰的高大和险峻 不过南芝巴瓦风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修女风 描绘的则是这座雪山的神秘 因为南芝巴瓦风整日躲藏在乌云之中 人们很难看到它的真容 而有幸见过南芝巴瓦风的人们 则会被其深深震撼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 这座充满奇幻色彩的巍峨雪峰 便成为了神的化身 这座雪峰为什么如此神秘 与林芝地区奇特的动植物现象 又是否存在着关联呢 专家告诉记者 只有了解了这片区域的地质地貌特征 才能揭开其中的奥秘 发源于西藏西南部 解马央宗兵川的鸭鲁藏布江 在喜马拉雅山脉和钢底斯山脉之间一路东行 进入林芝地区之后 形成了深切的峡谷 这条峡谷继续蜿蜒东西 在经过南加巴瓦峰和加拉白蕾峰之间的狭窄公道后 忽然急转南下 形成了举世文明的大拐弯 刘武林说 雅鲁藏布大峡谷无论长度还是深度 都可以堪称世界之最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那个峡谷的长度是370公里 我们是500公里 那个峡谷的最深度是2100多米 我们是超过了6000米 高耸的雪山和深切的峡谷 给这片区域的环境和气候造成了重大影响 斜开了这么一个大的口子 这个大的口子 正好这个水汽通过这个南北方向的大通道 往北面运输 所以呢 将这个热带地区的热气水汽 就是向北面直接输出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热量相对来说 比同纬度地区的热量要高 专家继续解释说 正是由于这条南北水汽通道的存在 来自孟加拉湾的大量暖湿气流 长驱植入进入了林芝地区 造成了这一区域温湿多雨的气候特征 从而出现了诸多雪山之下的江南奇景 并孕育了蜜枝杜鹃 野生桃树等丰富的生物种群 同时由于南加巴瓦峰就在水汽大通道的旁边 因此也导致了南加巴瓦峰周围的云雾 多于其他地方 山峰几乎中年被云雾遮挡 刘老师告诉记者 林芝地区的气候条件 以及丰富的动静物分布 非常适合人类生存 四五千年以前 就开始有人类定居于此 现如今在林芝居住的 除了藏族外 还有门巴族 洛巴族 木族 独龙族 易宿族 纳西族 白族 是一个多民族混合居住的地区 各民族世世代代 共同分享着大自然带来的馈赠 在神山的庇佑下 过着富饶安详的生活 这座学玉雄峰 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神秘与震撼 还有与青藏高原其他地区 不一样的生态环境 南加巴瓦峰的存在 给予了林芝充沸的水汽 造就了桃花 杜鹃等植物群落的繁茂 让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的天堂 和绿色基因库 同时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方水土的少数民族 也用他们朴素的自然崇拜 和生活方式 保护着这片原始风貌和人间净土 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罕见的地貌景观 让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林芝地区 成为了全世界生态专家和地质专家 关注的焦点 艳丽的高山杜鹃和桃花 广阔壮美的冰湖 神秘雄伟的南加巴瓦峰 以及深不可测的雅鲁藏布大峡谷 这些景致 还只是林芝自然奇观当中的一部分 更是地球板块运动 塑造山川地貌的一个缩影 虽然我们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百万年 但与漫长的地质年代相比 却只是一瞬间 而我们作为地球上具有主导地位的智慧生物 应该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